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小万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八仙传说的来龙去脉 八仙均为神仙中的散仙 也是承恶养善既是扶贫的神仙 传说八仙分别代表人的男女老少妇贵贫贱等八个方面 八仙所用的法器合称暗八仙都有一定的含义 张国老所持宝物鱼骨能占卜人生 吕东斌的宝剑可振血驱魔 含香子的笛字是万物滋生 和仙姑的荷花能修身养性 铁拐里的葫芦可救济众生 钟离犬的扇子能起死回生 曹国舅的玉板可进化环境 蓝彩和的花蓝能广通神明 道家修炼讲究天命 遵从上天的安排天意不可为 八仙的成仙之路上处处是过关 处处是考验处处是磨难 众神都在注视着这群修道之人 骑师太上老君也是一直慈悲地看护他们和点化着他们 八仙过还是哪八仙 名字第一弦铁拐李 铁拐李译称李铁拐 族名李明阳护名洪水 小字拐儿 字号李孔木 曾遇上太上老君得到 李玄在修道之路上非常虔诚精进 还有一颗爱美之心没有去 故而安排 其神游时 为及时返回 肉身物为土地火化 游魂无所归一 乃腹一饿死者的尸身而起 捧手垢面 坦腹博足 并用水喷以身的竹杖变成铁杖 将其安排成一个丑陋的 竹着铁拐的老乞丐的形象 第二先 吕洞宾 吕洞宾即吕炎 自洞宾 号 纯阳子 吕洞宾未修道之前 追逐陈氏的名利 为了光宗耀祖 争名夺利而招致 杀身之祸 跳下悬崖 在山洞一躲 世上已过去几十年了 回到家 妻子已故去 儿子已是晚年 方才悔悟人生苦短 坚定修行的决心 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 那就是 狗咬吕洞宾 不失好人心 里面的吕洞宾 就是这个吕洞宾 传闻吕洞宾 为唐朝礼堂的后代 后为了避免武则天 灭杀礼堂后人的灾难 改姓为旅 第三弦 张国老 张国老其实本名叫张国 因为他得到成仙的时候 太晚了 年龄太大 大家为了尊称他 就叫他张国老 张国老本人只是一个江湖术士 会看风水 会算命 但有人认为 他不能算一个真正的神仙 他会的不过是一些江湖术士 骗人的把戏 钟其量叫做幻术而已 第四弦 钟离拳 汉钟离 父姓钟离 明权 后改名为绝 燕台人 子祭道 浩和谷子 又号郑阳子 相传诞生时 一光树杖 壮若烈火 曾为大将军 旅获战功 最后一次战役 却失败而告终 他命中最终 就是要归道的 受铁拐礼的电话 上山学道 下山后飞剑斩虎 点金计中 最后与其兄 见同日升天 度旅动兵而去 北宋宣和书谱记书 沈仙忠离先生 明权 不知何时人 而坚出皆悟 自卫生于汉 吕东宾渝先生 执弟子李 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 大约出现在五代 宋初之际 虽然有关于他的记载 但寥寥无几 我们只能知道 他是一个道士 但是诗词写得不错 被当时的人 称为得道高人 第五仙 韩湘子 历史上关于 韩湘子的记载 也是少之又少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此人是大陆学家 韩玉的侄子 曾经官至大理城 也是很厉害的 一个人物了 第六仙 蓝彩和 这人说白了 就是一个江湖流浪汉 但是因其行侠仗义 而深受百姓喜爱 蓝彩和此人 疯疯癫癫的 常说一些 别人听不懂的话 但是此人有一个特点 武功不错 且喜好 劫富济贫 虽然自己就是一个穷人 流浪人 但是对待贫固百姓 真的很好 所以百姓为了纪念她 就神化成神仙了 第七仙 何仙姑 何仙姑是 八仙过海 八位神仙中 唯一的女性 关于何仙姑的事迹 也是别有一番韵味 何仙姑本来家中 非常贫穷 以知邪为生 后来家中 突生变故 何仙姑四处奔波 在一家山寺住下了 为了不把白熟 山寺中 众人的积忌 何仙姑 每日在山中 采摘山果 一供四里的和尚食用 后来某一天 四里来了一位 别处的和尚 那个和尚所居的寺庙 距此地几百里之外 和尚说 看到她那里 天天有仙女在摘果子 结果大家一番查证之后 发现那就是 何仙姑去摘果子的日子 和尚们一直很奇怪 何仙姑的果子哪里来了 现在知道了 原来是仙女 每天给他们摘果子吃 众人高兴不已 第八仙 曹国舅 曹国舅是宋仁宗皇后的弟弟 因其为皇亲国戚 且对待百姓很好 被百姓称为曹国舅 曹国舅此人才能非凡 且心系天下苍生 为国为民着想 曹国舅有生之年 身历树巢 甚为皇帝信赖 试图一直坦坦荡荡 传说吕洞宾等八位神仙 途经东海去仙岛 只见巨浪汹涌 吕洞宾提议 各自投一样东西到海里 然后各显神通过海 也是铁拐里 把拐杖投到水里 自己立在水面过海 寒乡子以花蓝寄水而渡 吕洞宾 蓝彩和 张国老 汉忠离 曹国舅 和仙姑也分别把自己的肖 拍板 纸驴 骨 玉板 竹招投到海里 站在上面竹烂而过 八位神仙都靠自己的神通 渡过了东海 八仙过海根据这个传说而来 吕洞宾前世是华阳真人 太阳老君在华阳真人 被贬下戒时 给了他一条华阳金 保护他在人间 免受恶人的陷害 可见 一个想要修行之人 没有师父法力的保护 是很难修成的 吕洞宾禁士落地后 遇忠离泉 忠离泉使是吕洞宾 后于炉上煮黄粮饭 受诊宇洞宾水 梦见自己重禁士 当官 生侍郎 成亲 为宰相 被污害 获罪 家破人亡 穷困潦倒 疏忽醒来 黄粮游未熟 方知贵不足喜 贱不足忧 人世间不过一场梦而已 岁起家 拜犬中离为师 入中南山修道 后来 吕洞宾出于何仙姑时 对何仙姑颇有好感 贴拐立警告他 如果儿女私情再不去掉 以前修行的成果将前功尽弃 吕洞宾 终于放弃了人间短暂的儿女情长 最终杜华和仙姑 引导他入道 成为统道中人 古之修行者 问色解就是大罪 若犯就不再给其修行的机会 人参失去 又将再次轮回 能否转生人参 都是未知 在周南山修行的一天 洞宾曰 弟子蒙恩师杜托 超离生死 长生妙诀 我们到门中 轮回还有进出吗 师父曰 如何无尽 自从混沌出分以来 一小节 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世上混一 圣贤接近 一大数 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 儒教已进 阿修节 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 我们到门已进 相结 七十七万七千七百年 视角已进 此时结束 东宾问 我是成道之日 到今该多受数 师父曰 树看汉朝四百年 晋朝一百五十七年 唐朝二百八十八年 宋朝三百一十七年 算来既该 一千一百岁有灵 东宾曰 师父纪念 一千一百岁有灵 渡得几人 师父曰 只渡得你一人 东宾曰 人和 只渡得弟子一人 只是我们到门中人 不肯慈悲 渡托众生 师父若教弟子三年违宪 只在中原之地 渡三千余人 心我道家 师父听德说 和和大笑 弟子住口 世上众生 不忠者多 不孝者广 不仁不义众生 如何做得神仙 武教如去三年 但寻得一个来 也是如之功 东宾曰 只就今日拜此武师 弟子云游去了 三年后 吕洞宾空船而归 可见人心不古 世人知难度化 吕洞宾静上中南山 寻见师父 双气跪下 扑伏在地 钟离师父和和大笑 道 弟子引将土地来 不知度得几人归 吕洞宾惭愧 告知五度一人 相传 有个人喜欢吕洞宾 一意学吕洞宾当神仙 认为做神仙不难 积德行善 礼拜之成 就会感动神仙度化 为百银买吕洞宾像 放入家中神龛 每日早日没首 更衣 顶礼膜拜 就这样拜了六年六月六日 这日清晨正礼拜 门外来了一老叫花子 浑身长窗 衣衫破烂 一扑一拐地走了进来 有气无力地说 掌柜的 心情好 给点吃的吧 我六天没吃东西了 主人正专心静神 被老花子搅活 很生气 刚要发脾气 想到应该行善 便忍着性子说 我正静神 你这样冲了仙气 快出去 老叫花探探气 推出门去 蹲在墙根下 等了半天 也没人来试舍点饭食 所以再进去 掌柜的 行行好 给点吃的吧 主人见老叫花没走 非常恶心 端起喂狗的破瓢 往老叫花扑碗里一道 大声说 给 快走快走 老叫花就地蹲下吃起来 时必再向主人要水 主人气得不行 一边大声喝道 你这个老叫花 学你饭吃 还要水喝 我什么时候欠你的 滚 一边换狗来咬老叫花 还要我走 真是狗咬吕洞宾 不是好人心 老叫花收着出了大门 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那人听到这话 觉得好像奇怪 正纳闷呢 发现门上贴着一张 墨迹未干的纸条 上写道 诗人认假不认真 天天诚心 拜洞宾 今日洞宾来拜访 贪君少科 真善心 那人看了纸条 方知是吕洞宾来访 后悔莫及 历史上道家都是师父找徒弟 能做弟子的 一定要德高 根基好 方可传道 有的人有一定的根基 但沉迷于 世俗物欲 纷扰之中 物性太差 很难入得道门 探于诗人难以度化 吕洞宾说 我宁度动物 不度人 好了 关于八仙传说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 给我们留言 喜欢小万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